大家好,这里是佛之缘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准得可怕,身份证含有多少灵,你就是什么命? 富有的生活,优越的生活,艰苦的生活,一眼就知道,一起听数字看风水,也许很多人都有疑问,数字也可以看风水吗? 事实上,从风水的角度来看,数字也有能量,我们首先用一种流行的方式来解释,首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数字之所以意味住各种动能,是因为一切的起源都是数理,也可以用数理来描述,所以我们的命运,也可以用数理来描述,上线或者下线也被确定。 无法改变,世界上一切都有磁场,数字也是如此,磁场分为正负,因此,正能量磁场的数字,自然会带来阳光向上的效果,负能量磁场的数字,自然会带来抑郁和不良的结果。 第二,生日八字是我们每个人,出生后获得的第一串数字,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八字就被确定了,我们的先天命格又被确定了,我们一生所能取得的成就,限制或下线都被确定了,无法改变。 正是因为八字这一串的数字,基本上决定了我们一生的成就,能达到什么程度,一生的流年起伏等等。 这也说明人的一生,与数字密切相关,密不可分。 第三,数字能量学是基于周易的原则,以阴阳为基准,以五星元素的克制能量为推断,以数字,与先天命理学的匹配度为参考,综合考虑数字的好坏。 首先,整合阐述了先天八字的动能忘缺,即先天磁场,然后利用后天数字磁场,滋养先天磁场。 对症治疗是一种从命理学上,处理本质问题的数字恢复系统。 它不仅探索了先天磁场的友谊部分,而且填补了先天磁场的不足部分,相互学习,从而有效地缓解了运行。 第四,另一方面,例如数十亿人,使用数字组合的手机号码,每个人都使用独特的号码。 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可重复的特定资讯一样,你可以通过,拨打你的号码找到你,就数字行业而言。 你的号码就是你的人,因为每天都在应用号码,所代表的急凶资讯,也直接影响到你的运程。 这是显而易见的。 五是你自己的磁场,所吸引的同一类型的磁场,通过数字来实现你的生活形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把人比作宇宙的中心,而他周围有许多行星,手机号、车牌号等, 那么他就可以被视为行星。 先天命格决定让你向右走。 假设向右走不好,结果是运气不好的行星,也跟住你向右走。 而向左走是好运。 如果你想左走,你必须让这些行星左走。 因此,如果你想走好运气,你的号码,必须与你的先天八字紧密相连。 第六,根据吸引力法。 你可以想象什么东西可以被吸引。 完成号码是显示物。 相反,号码也会影响你自己的磁场能量。 事实上,八卦原理是逐数原理。 数字的变化也是如此。 数字是显示物。 具有正能量的数字,可以吸引正能量的磁场。 具有正能量的磁场,也可以吸引正能量的数字。 没有正能量的磁场运气不好,只能在别人的指导下,找到合适的数字来改变运气。 如果运气不好,靠自然改变并不容易。 不管怎样,情况可能会更糟。 因此,从本文中可以看出, 数字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有助非常重要的影响。 身份证上的数字也是如此。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身份证上的数字代表的含义。 身份证号码是一组,用来标记公民身份的关键资讯。 根据这组号码可以了解,这个人的很多情况,最基本的就是户籍所在地、出生日期等等。 事实上,除了这些基本资讯外,这组一般号码中还隐藏住许多显为人知的运势密码。 那么如何了解身份证号码的密码呢? 通过合理的解读,我们可以掌握一个人的性格、工作、财富和其他与命运有关的资讯。 你有几张身份证灵,暴露你的性格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十个灵,在个性层面上,你的外在和内在对比很大。 你可以静静地移动,可以是虚拟的,可以是真实的。 你可以根据情况做事。 你经常感到困惑,但你有很强的第六感。 你可以注意到细节中,可能发生的现象。 你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领导者。 你有很高的适应能力。 可以愚蠢,也可以激情。 有很强的延展性。 在爱情方面,你最看重的是,两个人的兴趣和感情。 你欣赏异性。 他们重视自己的工作,创造自己的专业能力。 对事物敏感,简单的思想,外表完美的行为。 这样简单而不宏大的人,才是最适合和你一起生活的人。 二,一个灵。 在个性层面上,你有多方面的个性。 是一个思想丰富的人。 但你可以伪装自己。 只有在适度的机会,表现出你的本能。 神秘和有吸引力。 另外,你是一个直率的人。 随和而忠诚。 也是一个能为自己所爱的人。 受苦也在不惜一切代价。 在爱情方面,你是一个很容易,一头栽尽心爱的人。 所以你需要一个,能够尊重你的兴趣和工作的人。 百分之一百,帮助你的伴侣。 因此,有完美胸怀的人。 一个灵活。 一个理解。 一个衬托。 一个贴心。 是最适合和你在一起一辈子的人。 三点二个,零。 在个性层面上,你是一个善于得意的人。 仿佛能看穿每一个人。 朋友有疑惑也会主动向你抱怨。 你是一个很有情感洞察力的人。 总能在各种场合随和展现自己。 通情达理。 看遍人心。 得心应手。 你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和情感启发者。 在爱情方面。 你在爱情表现上有点迟钝。 你经常在你喜欢的人面前。 假装坚强。 这样,喜欢勇敢的人需要一个。 比你更强大、更可靠的伴侣。 这样你就不必勇敢地相互适应。 四三个零。 个性层面。 你有双重的个性。 时冷时热。 喜欢一个人沉思的经历。 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玩。 有时候会让人猜不出你在想什么。 有一些新鲜感。 让人摸不住。 抓不住。 又想试探。 你可以专注于某件事。 无论是生活还是情感。 虽然有时风格似乎叛逆。 但实际上,可以给人们带来稳定感。 无意识地让人们感到信任。 在爱情方面,你在身份证号码中,零个零得人类似。 五、超过。 三、个零。 在个性层面。 你注重质感和深度。 你对人和事的细腻体验。 你喜欢挖掘生活中的每一个美。 甚至为别人创造美。 你喜欢和周围的人一起快乐。 愿意分享和付出。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但也有自己的风格。 在爱情方面。 认真而坚定的人。 是你的最佳人选。 你认为一个人的行为。 非常重要。 这种人对家庭和工作。 有强烈的责任感。 富有同理心。 思想完美。 这种人最适合和你一起去相惜。 当他老了。 他的身份证号码。 也可以预测一个人的算命效果。 就像他的生日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如何使用身份证号码。 来预测一个人一生的大致命运。 缺少一个人性格忠诚。 做事诚实。 他诚实。 工作努力。 目标不高。 谋取投机利润。 缺少一个男女。 大多豁达大方。 主人为乐。 能走各个领域的阶级。 深受大家喜爱。 缺少一个男人的妻子。 大部分都有财富。 善于经营。 夫妻生和。 所以安室安心。 总的来说。 早年运势相对稳定。 虽然血液。 和工作发展没有大进展。 但也没有大灾大难。 中年以后。 运势逐渐繁荣。 财务收入不断上升。 即到了晚年。 运势更加丰富。 能够有余力和福音。 来保护子孙后代。 属于幸福富裕的生活。 二、缺乏。 二、人们的婚姻运势多有曲折。 早婚者命重多有不吉利。 如果能晚婚。 就能得到。 平静温顺的夫妻生活。 总的来说。 运气好。 童年身体不好。 容易得病。 青春期运程差。 家庭轻缘弱。 多半要靠自己的辛苦。 和独立才能取得成效。 中年时。 运气逐渐好转。 工作和财务收入呈上升趋势。 在这个阶段积累的财富。 应该适合个人努力获得。 而不是贪婪于。 毫无意义的投资利润。 或他人的东西。 晚年运势稳定。 生活丰富安心。 堪称资金丰富的命运。 三是缺少三的人。 虽然性格比较起码。 但日常生活非常简单勤奋。 能够在工作中不懈努力。 缺少三的男女。 财富缘分淡薄。 所以收入虽然多。 但是额外的开支也不少。 总的来说。 在好运水准上。 青春期的气质变化不确定。 没有稳定的地方。 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发展。 都有许多障碍。 无法成功。 运程在中年略有改善。 工作发展已到海外。 脚规成功。 如果能坚持到底。 就能创造名利。 晚年运程趋于稳定。 生活丰富安心。 堪称晚年的成功命运。 四缺少四个人。 性格温柔慈悲。 为人处事忠诚善良。 常常支持软弱。 因此能得到 大家的尊敬和支持。 在整体好运水准上。 青春期的运程很差。 无论是学业还是职业发展。 都必须经过非常好的努力。 才能取得成果。 中年时。 运程慢慢开放。 因为做事态度坦诚。 不作弊。 所以受到领导和长辈的喜爱。 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和帮助。 晚年以后。 运程不断上升。 工作发展不断完善。 财务收入也十分丰厚。 属于事业有成的类别。 五、缺乏五人性格憨厚老实。 具有专注执着的特点。 所以工作发展多才多艺。 缺乏五只男女。 非常重视家庭。 只有天性好事。 所以经常快乐。 干涉别人的事情。 若成人妙事。 则能赢得好名声。 但若坏人事。 则会引起不必要的指责和指责。 总的来说。 在好运方面。 年轻时。 由于性格不稳定。 人与人之间。 往往存在评断和不公。 中年以后。 运程趋于稳定。 只要付诸努力。 大部分都能取得成效。 晚年以后。 运程亨通发达。 工作和名声都能发财。 显然属于大望兴旺的命格。 六。 缺乏。 六。 人性格开朗清静。 主人为乐。 因此受到他人的支持和爱戴。 在个人特质层面。 除了身材能力。 一种专一的心态。 总的来说。 在好运水准上。 自然爱好囤积财富。 自然有理财观念。 一生财产丰富。 顾虑不足。 事业上。 外出发展容易。 遇到贵人帮忙。 如果有机会去外地工作。 应该抓住机会。 在婚姻层面。 因为命中有刑客妻子的危害。 所以最好结合。 婚姻生活的强硬目标。 大致属于繁荣繁荣的生活。 其缺乏。 其。 人性多变。 性格不稳定。 影响运程。 出现急胸互动调整的现象。 总的来说。 在好运水准上。 青少年时期的心理波动。 各方面的发展。 都没有突破性的效果。 中年时期的运程。 仍然没有改善。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专注于工作。 或记忆的发展和研究。 纠正自己的缺点。 你就能在晚年创造好运。 到了晚年。 福运来临。 工作及财务收入都能达到顶峰。 属于安全福禄的命运。 把缺疤的人天生资质敏感。 理解力高于他人。 诚实诚实。 从不欺骗或欺骗他人。 总的来说。 在好运水准上。 青春期有很多灾难。 一切都必须经历艰苦的工作。 才能成功。 中年时。 运程一直很低。 虽然半途而废。 但如果能继续努力。 就能为自己积累实力。 开拓良机。 晚年运程突破困境。 工作和财务收入大幅振兴。 可以算是晚年名利。 成就丰收的命格。 缺久的人性格疲惫。 做事能力强。 病具没有困难。 和挫折的气魄和毅力。 缺乏。 久男女命中有财运。 只是因为不能接受别人的建议。 而略有偏爱投机事业的趋势。 总的来说。 运气好。 早年运气好。 学业和工作发展顺利。 大多数已婚男性妻子都有天赋。 可以在家里负责大大小小的事物。 也可以帮助你在外界创造名利。 在事业方面。 他们可以和谐成功。 因为有贵人的支持和推荐。 中年时。 运气由盛变平。 属于晚年。 除了身份证号。 你还可以知道人的命运。 许多人相信风水。 而人结地灵则是最好的权势。 其实真正的风水。 并非外在的或求出的。 更大的风水其实是人心。 其实命运术风水都是小风水。 对人有影响。 但不确定。 更大的风水是人心。 简单来说就是人心好。 风水自然好。 人心不好。 好风水也变坏。 先分享一个故事。 一位风水师。 走了很远的十字路口。 非常渴。 终于看到一个庄园。 他急忙要水喝。 一个仆人走出来。 让他在门口等住取水。 大师等了很久。 忍不住抱怨。 水终于拿来了。 放在碗里。 他正想大口喝。 但他看到上面洒了很多骨糠。 还非常烫。 风水大师忍不住怨恨。 以为这是故意折磨人的。 但由于口干严重。 只能委屈求全。 边漂骨糠。 吹冷开水。 一点点喝。 最后喝了之后。 高手想惩罚这个家庭。 所以他做了一个。 调整风水的方法。 多年后。 这位风水师。 又经过了这个庄园。 没想到这里花红柳绿。 生机勃勃。 一片吉祥。 大师真的很疑惑。 规定见主人。 并告诉他当初喝水赚风水的事。 主人笑住说。 这个地区。 周围十几公里的人很少。 你一定走了很多路。 马上喝水对你的健康有害。 这样你就可以平静你的焦虑。 稍微调整一下。 冷水对身体更有害。 所以烧开水加骨糠。 希望你慢慢喝。 大师听了之后很惭愧。 终于明白了。 比风水更重要的是善。 很多人喜欢风水。 却不知道。 真正的风水是养出来的。 不算出来。 如果风水被毁了。 无论如何都是无益的。 不是风水养人。 而是人养风水。 只要你心怀善念。 风水自然会好起来。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